很期待散播到每個角落 可是事實上應該是這樣 因為老師的主觀想法是 就是把那些幻灯片化為我們的經驗 散播出去 那其實因為老師的課其實是這樣的生物 植物的生態事實上不是一個單一的學科 所以 我想我要講的話非常的多 但是就是很簡單的先講到這裡 就是希望大家有緣在這邊之後 後續的一些方式 希望我們這個團隊可以長長久久的延續下去 在不同的角落之外 有一個真正的 算是一種 台灣三里會變成這樣 絕對是人性的一種 最惡劣的一種展現 會其實不只阿里山在各地 都看到那種人性 其實一個陳老師 他帶給我們最大一個不可能的密提示 他訴諸的是一個道德良心 公共的道德良心 可是那是很困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他想的不是自己 他想的不是眼前的利益 他想的不是目前他能夠拿到什麼 在我們短短的五十年一百年的生命裡頭 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在我們有些人生命放棄自己有的東西 所以這個就變成是說很需要透過教育 事實上我在一起思考陳老師對待我們的方式 他是用自覺 可是你知道這是非常 只能透過教育吧 只能透過一些類似像正面宣導 這是我自己想的 如果說其實每個人的想法和起心動力都非常的不同 所以成為一個聚集的焦點的話 這個是只有透過我唯一的一種意識請教育 我本身 我自己是 目前有個機會到那個 雲林的華德府教育 做那個 國高中課程的研發 那 我的編號是119 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謝謝老師 謝謝 其實那個今天大家很多的想法 已經講過有好幾天 那希望大家能夠把它留在部落格 或者是寫email給老師 好 那我們最後請 我們請 我這一次是不請自來 沒有被點名 因為我聽了大家的感言之後 我想呢 突然間的那種感觸是有 那我希望呢 是能夠把今天這種感覺的東西能夠內化 最重要是內化才能生根 內化生根之後呢 你就會自然天真 然後你可以感到 很多人講最熟的話要害台灣 可是不知道怎麼害 因為你不了解 你不知道 那我們現在能夠踩到根 能夠了解 當然就知道我們的力道可以放在哪裡 那我們的氛圍可以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我真的就覺得那個自然天真是非常重要 自然染的就一點點 就是你覺得該做就去做 沒有太多的想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 另外我要補充一點 因為很多人對我的頭髮很有興趣 那我要講就是我頭髮原來是都不理他 他就是要長要短要斷隨便他 但是後來呢他已經快到地了 就是到了那個膝蓋下面 那在2009年我們在去印尼做那個生態調查的時候 我的頭髮被那個船的做剪進去 所以呢那個時候受傷很嚴重 頭髮就剪 那個時候的我們的那個 阿姨就拿著剪 要剪下去了 因為不剪沒有辦法 那個頭髮整個頭皮已經快要掉了 然後那個時候受傷很嚴重 所以那個頭髮就剪掉 那個時候有剪過 然後之後就隨便開始到現在 所以呢曾經有過這樣的過程 那我那個時候呢 就發現那個醫生就跟我 一個醫生說 十個人當然十二個人會死掉 他為什麼沒有死呢 他說你一定做了 做了 記得很多的 那我是不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知道說 大那間我女兒問我說 阿你一講到的是誰 我說那個時候快 真的快死掉了 會死 我說我只想到說我不能死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真的還不能死 所以我們要珍惜我們自己 然後大家身體健康 快快樂樂的過年 然後呢就是 好好享受這些大好的山水 然後分享給大家 大家的快樂 謝謝各位 其實今天這個場合 是要自謝的 我們一二三 謝謝兩位老師 我們一二三 我們先謝謝玉峰老師 然後再謝謝月曉老師 然後一二三 謝謝玉峰老師 謝謝玉峰老師 謝謝志豪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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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準備拍團戰了 那請我們的學員 就往中間靠攏 然後前面的我們蹲下來 然後我們的父騎 我們父騎拿到中間好了 謝謝老師